最喜歡的第一名是你一道 好難喔 因為我覺得在韓國真的很難吃到這個味道 對 而且我真的很怕那個皮很硬 台灣很多這種 Hello,大家好,我是Siv 話說我沒有回香港都有一段時間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掛著香港的食物 所以我在網上找了一間港式茶餐廳 那間餐廳的味道比較多 香港人認同是比較接近地道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約了Ju 一起去這間餐廳 嘗嘗它的味道到底是如何 那現在就出發了,待會再見 好了,那我現在就回合了Ju Ju 你好 我今天又遲到了 不好意思 愛情不好意思 上次拍片吃半個小時 對 今天又遲到了,我好抱歉 然後今天我們都會去那個港式的餐廳 你有在韓國去過港式的餐廳嗎? 沒有,所以你這次問我 我就直接說好,你這樣吃 因為它這家還是挺有名的 所以我們都會試一下它味道如何 好 那個餐廳就在我們身後這個綠色的招牌的一間 它叫...然後貴方 對,我們現在就上去吧 哇,它地板也有那個香港的街頭的名字 哇,這邊也有照片 哇,還有香港的feel 哇,我現在就剛剛到了這個港式的餐廳 那這裡的老闆也有很多香港人來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在韓國去的其他的港式餐廳 有一些老闆都是韓國人來的 但是這一間就比較地道 是香港人開的一間餐廳來的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最近比較多人在韓國吃這個 雞寶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有套餐喔 這也是雞寶 對,那June有吃過嗎?雞寶 雞寶 那我們有一包嘛 我們加一包 然後... 茶西蘭 還有... 燒賣你有點嗎? 烏賣 對呀,燒賣燒賣 我很期待燒賣耶 燒賣 然後還有烏魯油 飲料的話,你喝什麼? 絲瓦奶茶可以嗎? 我想要奶茶 絲瓦奶茶再加一點豆腐 好 想吃的部分 有有有 那個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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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點的雞煲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甜酸排骨 這個就是阿朱最喜歡吃的小米 然後呢,這個就是古外廉的港式炸雞翅 至於飲品方面呢,我們就點了一杯來港式餐廳一定會點的 冬檸茶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絲麥奶茶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試吃吧 耶 耶 好久 我先吃燒賣 我先吃雞煲 好 我感覺雞煲其實有點像 很甜蜜 哦,很香 對,有點像甜蜜 這個是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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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這是辣椒 這是...厲害的辣椒 辣椒 辣椒 對,好複雜 欸,好吃耶 那種... 吃飽 OK 欸,燒賣怎麼有 這是魚肉 對,它是魚肉燒賣 因為香港的燒賣很有分子種 這個就是很... 就街頭小吃一定會是這一款 就是魚肉燒賣 對 台湾吃冬火露肉 嗯 那我第一次吃到這個 它魚肉還不錯 嗯 我要吃吃菜的吧 嗯 它這個味道真的吃挺低的 就是在香港吃 跟在香港吃一樣的 對,在香港吃也是這個味道 嗯 但我在香港吃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很辣 但不知道是不是在韓國 大概久都覺得還好 我現在都其實沒有很辣 有沒有覺得... 好好吃喔 嗯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辣耶 它有幫我做小辣的關係 對,它可能是 對,它可能是 好好吃喔 它... 好吃的很多東西 好吃 好吃 豆子 豆子來了 來了,豆子來了 哇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 你在香港常吃嗎 很常吃 真的喔 超好吃的 我們要先解決豆子 我沒吃過耶 真的 嗯 把它切 方塊是嗎 我真的好久沒吃過了 很懷念 對 我們先吃一下 好好吃喔 這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級好吃 因為其實我之前一直吃豆子 我那時候去香港吃豆子 我那時候去香港吃豆子 我想說餐餐是一般的好吃的 真的嗎 因為這個去香港茶餐廳的料理 嗯 具好吃 好好吃喔 而且它好香喔 它那個脂質啊 嗯 就是有那個奶油的味道 對 就是奶油加很多 嗯 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是... 你今天找我來看 就我還很緊張 因為我是... 喔...就尷尬了 不要吃很明顯的人 這真的好好吃喔 它是不是跟韓國的波士啊 就很不一樣的感覺 嗯 它外面那一盆 就是油跟薩果 對...對... 對... 還有它的皮比較厚 對... 就很軟 超級好吃 對... 你要不要吃一下中文湯 好啊 所以之前一定要把冰箱 因為... 要把一盆拿起來 哈哈... 哈哈... 好喝耶 因為剛剛吃完那個... 對...再吃一下... 然後再吃那個... 然後再吃那個... 好喝喔 接下來我們要吃那個... 你自己吃嗎 好 你自己吃 你自己吃 香港的味道 香港 就是香港的味道 這個太好吃了吧 因為它跟很多炸雞的味道一樣 對... 你看... 我吃不了這個味道的了 它這個醬料... 就是香港的... 非常吃的味道 嗯... 一模一樣 可是它... 嗯... 有點辣辣的感覺 可以跟辣辣甜甜甜 超級好吃 這個味道 我吃了現在酒 哈哈... 你覺得嗎 對...OK啊 吃這個應該點... 賠罪 賠罪 我就是當高人就把賠罪 賠罪 對喔 啊... 當高人不飯 吃這些菜也是給飯嗎 一定要賠罪 要有主食 吃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 咕嚕油 咕嚕油就是有點... 韓國的... 糖酥 嗯... 這可能就跟台灣的糖酥喔 其實... 真的嗎 那你試一下有沒有差點 怎麼樣... 怎麼樣... 這跟台灣的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台灣的好像比較甜一點這樣 嗯...再甜一點 嗯...再甜一點 但是... 基本上是差不多 嗯... 但是跟韓國的差不多 對...韓國的話... 它就是直接甜 好...我們試一下叉燒吧 它是直接吃對不對 叉燒 包菜之類的 不用直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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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吃叉燒耶 那我在香港吃的話 我吃叉燒 我會配米飯 我會配米飯 台灣也會配米飯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們平常大學生那種 最愛吃的就是那種 港式酥辣便當 嗯...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台灣吃叉燒 吃酥辣 都有一些店家吃 把叉燒那個皮用的 好... 這個皮我覺得是剛好 對 很嫩 現在自己快點吃 它還有它的肥肉也沒有很多 對啊 好好吃喔 那我們就試一下啊 花枝丸 花枝丸 好 它這個醬不知道是不是醬油 它很加順油啊 去韓國的... 蜂蜜店嗎 對對對 它不會很有利的感覺 我本來沒有 對花枝丸不知道太大食感 對 它結果是比想像中好吃 花枝丸 你這樣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 好多喔 它的... 它的... 外型有點誇張 它剛好也是這樣 沒有了 但它這個... 就比較可能打卡 牌照比較好看 你看 也是有一個散 不知道為什麼 Point是他們店的 對 飲料都要放這個散 對 我試一下 味道也不一樣 一五五五五 真的一五一一樣 真的一五一一樣 對不對 好好喝 對 它不會很甜 因為韓國的奶茶它是甜甜的 對 我剛剛喝的時候我很怕 對 它的奶茶味是很... 很濃郁的 它茶味超重的 對 我可以自己把它喝完 喝完 是台灣人特別愛奶茶 嗯 台灣人都很愛奶茶 你看 這東美茶它都不碰 哪有 我剛剛喝了 但你這樣吃來吃去 我覺得哪一道 吃到覺得特別懷念 我覺得 叉燒 還有叉燒 還有菇肉 這兩道菜我是最喜歡的 不是真的 然後這個小吃的話 就是一定是多喜 嗯 一定是多喜 真的好好吃 因為韓國有很多感濕的餐廳 對 都說什麼就是感濕了多喜 但吃下去就不是那個味道 嗯 但這個真的是一模一樣 嗯 嗯 因為其實我在來網上面 看到也很多 香港人來這家吃完之後 都說是跟香港 當地的味道是最接近的 這是真的幾乎一模一樣的嗎 嗯 幾乎一模一樣 因為畢竟老闆也是香港人的味道 對 而且剛剛就是幫我們點餐工作的人 也都是香港人 對就感覺你就真的回了香港 對 台灣人也可以來啊 因為會講很恐慌 對 那你呢 你最喜歡的第一名是哪一道 好難喔 先說 不要說想吃 就先煮食 嗯 最喜歡哪一道 我選擦燒 擦燒 因為我覺得 嗯 在韓國真的很難吃到這個味道 對 因為我們都是一樣 不喜歡太多肥肉的那種 對 而且因為我就是很怕 擦燒的那個皮很硬 台灣很多這種 喔 皮很硬的擦燒 擦燒乾 咕嚕肉有什麼你會選擇 擦燒 我比較喜歡 有些 還有這個雞飽 帥很好吃 那小吃的方面 當然是這個啊 無條件 無條件 現在沒有看 對 馬上吃光 因為其實我是不出甜點的人 真的嗎 我連蛋糕那些其實都不太吃 但這個是我完全感激不了 他感激不了 他感激不了 應該很好吃 就有點鹹甜鹹甜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奶油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是這樣的花生 對 而且 真的是無條件 好啦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了 剛剛買了這麼多的東西 在韓國這麼多的港式餐廳裡面 我真的覺得這一間 比較接近香港 東地茶餐廳的味道 你覺得 今天吃完 這一堆港式餐廳的印象怎麼樣 這是你第一次在韓國吃吧 是嗎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非常期待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味道真的會一模一樣 所以吃菜非常滿意 我覺得我之後還會想要再來 之後的話 大家如果在韓國留學讀書的香港人 或者是你上來吃 不要到低一點的港式餐廳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家試一下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CHANNL 還有阿豬的頻道 跟我們說明天晚上 我們在韓國中午餐廳